在国内,婚姻是不允许背叛的,不论是哪一方,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另一半跟别人发生关系,但国外经常会出现换偶的现象。 就是两对夫妻为了寻找刺激,在喝酒后找了个隐蔽地方,玩起了幻偶游戏,四人一起玩,事后依然可以各自带着妻子回家,过着原本的生活。 黄女士的老公就很热衷于这种游戏,他还带她去体验了一把,下面我们听听黄女士怎么说的吧。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丈夫的风流运势让我觉得新奇,她要带我去和他人发生关系,当成游戏。 黄女士说,我是二十来岁的一个职业女性,已经有丈夫了,我爱她,她也非常爱我。 我们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,对于房市一向都坦然讨论。 在假期中,我们有很多好去处,例如到海滩,上业总会等。 在两年前,老实说,我想也没有想过这个游戏,我听别人说过,他们谈的时候总是带着讲笑的口吻,对我来说,这简直是不可能的,而且也一定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的。 我一向认为房市是一件夫妇间两人秘密的事,那时候,我说也不敢说换偶两个字。 但我也不是保守的一派,当我和我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,我可以和他实行不同的方式,而且每次完事之后讨论其中过程,我们夫妇两人并不怕难为情,反而在每次讨论后,玩得更精彩更刺激。 我并不知道其他夫妇是否如此,但我知道我们这样做是绝对正常的,在我看来,这事更是家常便饭。 我也曾经害怕我的丈夫会有外遇。 虽然他不是一个穿门过户的推销员,但是,在一年中,他也有一两次要到别处出差办事,我想他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艳遇,或者有机会去寻花问流。 在当初结婚的那一年,他也承认在外出时曾与别的女人鬼混,而我也不太介意,叫他注意清洁就是了,我认为其实大多数男人如果没有老婆,在身旁时都会如此做的。 因此,过了不久,他开始把他的艳遇和盘托出,而且把其中精彩过程说给我听。 当我听到他说他去有些地方鬼混的时候,我自己也兴奋起来,我要他说出每一个细节,我想知道那里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,他们会做些什么,以及我丈夫对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。 虽然,我的丈夫有不少婚姻以外的房事,但我却从来没有过,至于他会不会介意我不知道,不过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过。 当他离开我外出的时候,我并非不想,说真的,我的身体也是万分需要的。 虽然如此,我仍然努力压抑着我自己,没有做出越界的事。 有那么一天,丈夫从外面回来,突然向我提出要玩换偶的游戏。 那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在没有思想准备之下,我极力反对,而且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。 事情是这样的,那天他出差回来,告诉我他在外曾参加过一次聚会,参加的有五对男女,其中有三个还带了太太来,我的丈夫和其他两个单身的青年早已协商过谁和谁一块,结果,他们一起度过了两天两夜的狂欢。 他对我描述其中的每一个细节,在他讲述的时候,庞佛非常向往那两天两夜的激情,他甚至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了。 我的感觉是非常新奇,又非常害怕。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大吵了一场,但我的丈夫仍不放过我,他不断地向我游说,用尽一切方法。 结果,我有点心动了,带着勉强而害怕的心情,答应了他去参加这个聚会。 第一次的聚会,我心里充满恐惧和害怕,我连怎样去打扮自己也不会,那天黄昏,我穿了什么衣服和怎样穿好衣服而上了车,我也不记得。 事实上,我并不清楚我参加那个聚会的地点,我去到那一处地方,见有一对夫妇在屋内,看来是这个聚会的主人。 走进屋内,他们又介绍其他客人给我认识,我的丈夫早已认识了这里的人。 我看见他们一点紧张的神态也没有,反而悠然自得。 他们很自然地说话,庞佛是参加一个普通朋友的聚会一样,我觉得似乎被一气势的。 甚至我的丈夫也没有半点关心我,理睬我。 过了一会,他们似乎正期待新的话题,新的玩意,我的脑袋里空白一片。 后来,我心里在想,过一会之后,我将会变成怎样。 那时,我忽然想,我还是快快离开这里,如果我不悬崖勒马,我不知道我会变成怎样了。 但不久之后,我才发觉事实并非如此。 在半点钟之后,再加上喝了点酒,在没有什么可谈的时候,那对主人夫妇便提议言归正题。 我想趁这个时候走出去,但我没有法子走出去,我知道假如我一走出去,我和我丈夫的婚姻可能会因此结束的。 我太爱我的丈夫了,我一定不能这样做。 我心里想,这一定是一个古老的幻偶聚会,一定是个人找到伴侣后,在各自去找优惠的地方,那么我将会单独面对着一个陌生的男人。 我一定会发神经的。 然而,这些人交换的方法真是与别处不同,他们竟然在客随主便的驱使下开始了。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场面。 有人说,参加了这种聚会之后,回到家里一定有未尽,一定要与自己的配偶再来一次,但我却没有,我觉得全身无力,我是躺在床上,五分钟不到就睡着了,我好像做了春梦一样,一睡便睡了十三个钟头。 当我起来的时候,我觉得很好,比以前更充满了活力,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得到新的焕发,似乎是重生一次,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人。 当我和丈夫说起那晚的事,我说我从未试过那种快乐,她笑着对我说它,早已告诉我了。 但我仍不相信自己,我以为那晚我一定是醉了,但我很乐意再参加下一次的聚会,我一定要清醒地体会一下我的感觉。 从那时开始,我对这种聚会的看法和以前完全不同,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参加这种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参加的聚会,在每次聚会之后,都会发掘一种新的乐趣,让人觉得快乐极了。 二,玩幻偶游戏的真夫妻,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心理? 纯粹为了刺激,这种游戏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,那么喜欢玩这种游戏的人,都是中什么样的心理呢? 其实从古至今,这种幻偶的社会现象始终是存在的,但绝大多数的人是不能接受的。 灵妖神秘而有规模的现象。 在国外,幻偶并不是件稀奇的事,虽然大家都认为这种行为很荒唐,甚至挑战了现在的社会规则。 但参与这种行为的人群,却有自己的说法。 他们说,夫妻相处的时间久了,难免会厌倦对方。 这其中包括了身体和行为模式等,但在精神上,他们仍然是有链接的,世俗的生活也要继续。 在这样的思想下,难免会发生婚外情,为了避免这种不忠的情况发生,不如坦诚地去接受,通过换偶的方法来缓解婚姻中的问题。 因此,参与游戏的人都觉得自己只是思想开明而已。 逃避现实只会让彼此都过得都不舒服,不如跟那些想法跟自己相同的夫妻进行交换,毕竟人性都是软弱的。 经常玩这种游戏的人,大多是个性比较叛逆的夫妻,而如今,30至40岁的中年夫妻也热衷起来了,每到周末,在一些隐秘的会所都会举办这种派对。 据知情人称,喜欢这种游戏的夫妻,大多都是比较富裕的,他们会提前订下整座饭店,集体进行游戏。 甚至在国外多个地方还成立了这种游戏俱乐部,规模也是比较惊人的。 02换偶的社会影响。 陌生的男女在经过恋爱后,自愿组成家庭,并彼此相互尊重,照顾,繁衍下一代。 数千年来始终是这样,形成了一种知识化成存,似乎有点乏味。 既然成为夫妻,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确立,也确定了在社会上的角色。 每对夫妻都体现出政治,文化等内容,要是这些方面出现问题,社会也会跟着混乱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,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,这种行为都会受到人们的批评。 03换偶的心理探寻。 从心理方面来看,由于受到生理欲望的影响,一些人容易突破社会规则,这种行为是种反抗,同时也是种暗自生长的力量,很多人就是想从中找到漏洞。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。 中年男女之所以喜欢这种游戏,是因为他们既想拥有婚姻的稳定,又想满足自己的身体对生理方面的需求。 当他们的生理需求无法在婚姻中得到满足时,就会在社会规则中寻找释放的缝隙,这种混乱的状态,不仅仅是身体上的,也跟思想意识有关。 那些人认为,动物可以公开地跟不同配偶交配,人也应该具备这样的权利。 虽然他们已经身在婚姻中,但自己还是有新的需求,却又不想破坏这个家庭,就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寻找生活的刺激。 对于换偶人士的做法,我们不好过多地评论,但要是哪天此事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,将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危险,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自己的家庭生活,所谓的平衡就会成为种笑话。 其实,这些人在思想和精神上也是存在负担的,因为他们也清楚地知道,这种行为是不会被大家和社会认可的。 虽然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,但千万要记住着需要建立在不伤害他人的基础之上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